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博士广告 第七集 再强调 有些资料不一定准确 有些资料会用代号人物 因为有些人不在世 所以对别人不尊敬又不好 另外有一些知道的历史又比较保留些 或者我会讲另一个埠 另一个城市发生的事 因为有些人还在世 譬如有些案子拿出来上山 譬如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与那些未成年少女有个关系的那些 终身都可以有人揭发有罪 所以就涉及很多问题 我们都有所保留 这个应该是属于厚度 而且有些特别比较政治上 如果他们某方面都没有透露说的 我们都保留的 不保留 等以前我和徐家杰问他 究竟ICC为什么会搞出来 他都不知道 背后的动机 是中国政府要求英国人清墙 所以假设成立过廉政公署 就会帮他手清墙 清理国民党在香港本身 一百几十年内的潜伏势力 特别那些国民党和这些邦会 有千丝万柳的关系 其中 还是好像五十年代初 英国的首相去中国访问的时候 当时周恩来提出叫他们要做 周恩来提出 大家上网查一些历史 当然他没有公开讲这个内容 周恩来提出你跟我清理了那些 你不要留些苏州市 让我们将来处理这个港澳问题 很早已经提出过 好 讲四大探长 大家都见我着密了很多以前 刘福、李就胜那些 就讲到战前的探长都有 最多着密就在李洛先生方面 其实四大探长是 只有三个做过总探长 杭芯做过两个月的总探长 蓝红还没做过 其实四大探长没有了这个 姚木就不成事的 香港四大探长 姚木就是最重要 但是在那个年代过去了太久了 变成在近代 经过电影、电视剧集 变成红了这几个人 美洛就做几集多了些 梁振英之前也说过 他就做山东差 但曾荫权他爸爸也是当差的 曾荫权我弟弟做到 曾荫权陪到警务处长 他爸爸就是曾荫 曾荫就涉及曾超科 即是说香港最大的间谍王 在警局揭发之后 曾超科将来将来有机会讲 好像我在那些年都讲过 但是未来有机会 补充讲多些 曾荫是曾超科战他 关照他 但是跟那个曾荫 我未见过 曾荫未见过 但曾荫的妹妹 就是我契妈来的 我契妈就是香汉萍的 他的太太 我不记得他第几房 总之香汉萍将军晚年 就是他太太 他十几个子女 是香汉萍 他由曾荫的妹妹 生个儿子 那个叫香卓基 就是契哥了 最老友 是建筑师 这个 这个 扯开了 略阔提一提 今次的四大探长的故事 就着重眼就讲一下南光仔 南光探长 又有女乐传 又有南光 大家看电影都看过 南光 就不是那么多人讲的 好像比较懒 一些 我有一个节目曾经讲过 就是南光仔 最一位歌声 那位L小姐 后来就摆脚 就撇脱这个女人 大家如果听我接我听过 现在讲一下南光仔 他辞过吕乐四年当差 吕乐是1940年当差 南光是1944年当差 还有张智子 产党 产党 导致 此声 是 家俊 打 用 性 呃 是 感谢观看